对比提早还款投资某币或者再买一套房的回报差别 选项B提早还款一个月多付250 那因为你可以提早43个月结束还款 那等于说250乘以317个月 等于说你放进去79,250 然后你的利息是节省的钱是86,000 选项C你不提早还款 你存5年的钱每个月存250 你可以存15,000 然后你用FHA贷款买一个30万的房子 回报率如果10%的话 一年的净收入是3万 除以12就等于一个月2500 然后每个月还款1500 等于说你一个月进得1000 1000乘以300个月 那你就可以得现金流是30万 然后如果这个房子增值 每年增值6% 那你到第30年的时候 它就值170万 那你增值了170万 加上现金流30万 那你买第二套房 你就可以30年 你可以赚200万 各位可以留言告诉我 你要定投某币 还是提早还款 还是存5年前买第二套房子 小红书 那家庭部 那你的方式 使用 那你能听到